长期以来,菲律宾总时不时会在仁爱礁进行挑衅活动,闹海戏马接连不断上演,持续升级,如今越发离谱。 6月15号,菲律宾向联合国递交申请,要求延伸菲律宾在南海大陆家范围,即扩大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,要求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延伸至350海里。 与此同时,6月16号,一艘菲律宾运捕船也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进行挑衅活动,非法闯入仁爱礁附近海域。 6月17号,中国海警局通报,依法对飞船只采取管制措施,中国早前发布海警新规,允许中国海警船向外国船只开火,必可扣押,擅自闯入中国华定的中国血域的外国人,最多60天。 今次行动正巧赶上,新规正式生效之际,是巧合还是故意呢?南海危机会升级吗? 现在来看的话呢,就是升级到不太可能,原因呢,就是说首先菲律宾他做这个事情呢,他首先一个最直接的考虑就是15号我们的海警法,这是生效了。 那菲律宾的反应是非常强烈,态度非常强硬,所以呢,他试图以这种运捕船又在呢,这个仁爱礁际近海域冲撞,以这种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中国海警法是反对立场。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,他也想去试一下,既然你的海警法说在这个领域海警有权扣押或者怎么样,那我就想去试探一下你的底线在哪里,为他以后的,那么继续的进行这种挑衅行动呢,来提供一些这个参考的价值。 第三个方面的考虑也是因为呢,他现在正好在这个申请扩展南海大陆架,那他要配合一下这个法理行动。 那一方面对菲律宾而言的话呢,他可以呢这个扩大南海问题的热度,又把这个南海问题炒热。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,他也可以给他省议的,比如说像这个大陆架接线委员会,会影响到呢,他们去对待这个菲律宾的大陆架扩展的这个议案的这个关注度。 我想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。 彭联指出,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后,主要以海上挑衅行为为主,同时增加外交上的炒作和口水战。 但马克思在法理层面的动作较为之后,若菲律宾想要提升南海问题热度,法理战将是他们的法理点。 现在呢,他想提升这个南海问题的热度,他呢,能够发力的一个领域,就是这个法理战争。 无论说是他重提南海仲裁案,还是他这一次的这个南海大陆架延伸的这个提案,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。 就是说在海上挑衅和外交抗议之外,菲律宾准备现在把法理斗争的这个强度也提下来,包括跟美国的军事演习,既有这个军事层面的,也有外交层面的,现在也有法理层面的。 把这三个呢,现在是呢,组成一个组合权,那么向中国能够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,那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把南海问题炒热。 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,未来呢,中非在南海,恐怕除了军事外交,双方围绕这个法理战之间的这个争斗会上升。 菲律宾的此番挑衅行为,是否会提高联合国大陆框架界限委员会对菲律宾申请的关注度,从而通过其诉求呢,彭年表示可能性极小。 其实像大陆框架界限委员会呢,一方面呢,它是有个原则就是有争议就不省议。 那么另外一方面,即使你通过了,那它也不是说就是能够具有这个强制性的,菲律宾做这个事情呢,它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事情做成,而是利用这个呢,去呢,支持它自己的权力主张,抹黑中国的权力主张。 就是说通过这个使自己的在争议海域的主权这些权力合法化,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